等一下 佩琴 佩琴 你认识 佩琴 快 佩琴 你醒醒 佩琴 佩琴 你 回去 小刀 救我的孩子 我 我 愛 你 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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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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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長 趕緊走吧 不然裴琴 就白白犀牲 裴琴的血 我會白留的 阿哥 这里没有外人 你要是想哭 就哭出来吧 我知道你难过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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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军的补给已经跟不上了 萧团长 找我干嘛 你先下去吧 你不要再刺激你阿哥了 我跟我阿哥的事你管不着 马上就要打仗了 他是我的营长 他这个样子怎么上战场的 不是让他去找死吗 那正好啊 正好让我阿哥不要上战场 他是军人哪 哪怕他最爱的女人死了 他也一样上战场保驾为国 这是他的天职 我阿哥跟你不一样 你认为最心爱的女人死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对于我阿哥来说 他可以为他最心爱的女人 放弃一切 梅兰 你听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 我没兴趣 让开 女人对你来说不重要 你至少应该现个身世吧 你是我老婆 对不起 现在已经不是 这次回战 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你在尽你做军人的义务 我在履行我做医生的职责 可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不必了 也没必要 那件重担的陈衣 我会送还给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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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秦同志的牺牲 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他的遗址 在今后的工作中 以他为榜样 继续为党工作 把一切都献给党 我想知道 沈知道他家里 还有什么人吗 人都没了 总要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杜雅 先按老韩叔把话说完 小刀让我护送沈知道的遗体到云南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有必要知道 该说的 我都说得差不多了 发展壮大咱们的组织 一定要循序渐进 不能有冒进的冲动 冒进 就会对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老韩叔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的 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 沈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就这么简单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沈佩琴这个名字 是不是他的真名 我都不知道 组织上有纪律 我又不能随便问 他家在哪儿 他在哪儿上学 他的父母是谁 他有没有兄弟姐妹 他姐妹结过婚了 他有没有子女 这一切 我也想知道 韩叔 您别难过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心疼沈知道 好好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了 除了咱们 以后甚至没人知道 他是谁 做过什么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牺牲自己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做出的决策 对 我们应该向佩琴同志学习 好好的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